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向报》 这里有我Raymond Wang,还有台湾的许刘先生 支持我们的网友,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订阅和分享给朋友 以壮大中立模式和和平理性的声音 订阅是免费的,只要按订阅键 然后再按旁边的小钟 有新片就会通知你 以为自己订阅了的网友都可能可以回去看一看 因为有些网友就告诉我们 订阅自动取消 这个是YouTube对我们这些中立理性频道的打压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再说一说 紫华晨 是,他这个叫做Facebook Live澄清之后 就自爆了,就说自己卖楼要拍这一套戏 就躬身地说完,其实段片就短短可以说一天多的时间 现在一百万次的view,还有七万个like 很多人都留意,说力撑了,是不是? 有些人现在开始了,突然间在深圳拍都没问题了 都觉得OK,用国货都OK 原本说不支持不进场的,现在又说 是不是应该要发起呢?呼吁入场,惩罚王子 他们所说的惩罚就是拉大队他 还有,这个叫做旷神,就是旷俊宇,都说要力撑他,是不是? 是啊,那现在,其实本来就是有些心黄 就是强力地逼这个,就是他们那些自己有 就不要去看王子华了,王子华其实是一个香港文化界 他算是一个icon人物来的 真的是一个什么代宗司 就是一个什么代宗司 有好几代的 动督笑,动督笑是 但是电视剧都OK,但是他拍戏从来都是不收得的 之前那个,那里不知道,动督神探 都是比较谱一点的,不过有些位置都是好笑的 我都有进场看一下,捧一下场 其实之前我们都说过,你看戏就不要分黄蓝的 我觉得,如果要看河岁片 我的看法就是他这一套都不会是我的头号入场之列 如果我是要看今年河岁片 我会选择去看《唐探3》 就是《唐人街探案》第三集,就是王宝强的河水片 因为头那两集我都有看,其实是很好笑的 还有《唐人街探案》他们很认真,拍摄得 他们现在看到那些预告片 我觉得《唐探3》是值得看的 它有IMAX版 我会看《欣子丹》的那一套 就是他扮肥佬那一套 哦 各人有各人喜好 所以都说了,有些人都说不喜欢《欣子丹》的 因为他拍过《叶文4》又不行 就是你拍个合拍片都不行 有没有搞错呢?我真的挺好笑的 其实不要这么狹窄 因为我想说,为什么不要这么狹窄呢? 就是《唐探3》呢,其实是和日本人拍的 是有《零木堡内美》和《长泽雅美》 哇,我很喜欢啊 以前我很喜欢这个《零木堡内美》 拍这个《东京爱的故事》 现在还在我心心的腦海里面 我还以为你还记得这个《求婚大作战》 不是啊 这个《长泽雅美》 不是啊 反而这个就没看过了 我觉得不要这么狹窄 文化是要有交流 才会有冲击的 才会改进 整个社会 王子华说,有些人其实不是深蓝 就是说不支持他 其实激男的人也不支持他 那其实就有一个问题 现在,因为其实你也说了 鄺俊宇那些人 其实以前也算是温和的 那他这次这些关键位 他就出来说 要支持啊 紫华沙 就是说,有人自招去傻佬 就卖楼去拍这部电影 想翻本就根本不可能 除非有奇迹 这一部就不是拍片 只因为他想拍给香港人看 有多久没有进去电影 支持香港电影 今次我们期待入场 也推荐我的朋友入场 支持这位多年陪着我们的香港人 他叫王子华 这部电影叫做什么代宗师 哇,你这个马后炮 真是影影的 王子华之前被人插的时候 你不说? 其实我想说 其实我想说 激男的那些人是令到 很多人敢说声 蓝丝 支持建设香港力量的人 又输一仗 因为蓝丝那些言论是很可怕的 我跟你说 我们有个网友 就把我们那个广告 对不起 不是广告 我们那个节目 就是那一节 王子华卖流拍港产片 警租深黄友扬言抵制 或者制裁那一节 放了去某一个群组 我本来想开那个群组 我想的话都是不好 免得影响到其他人 那他的留言我读一读 有一个就是 王志华都是王的 首先很欣赏他的才能 但当国家大事放在面前 我是绝对不会支持这个人渣 就是又错失了一个 怎么说呢 表现自己那一方面大戏的机会 是 那在讲留言之前 我想讲讲 子华晨他拍这段live 大家如果都有印象 他是叫做 讲开这个动督笑 他对于这个对白 或者对于他自己 如何去演绎这个live 很老实 应该都是演练过才说的 你听不出他说究竟是怎么 他说拍给香港人看 那为什么这么黄呢 我不明白这句话 他说他不做合拍片的 也都不代表他是叫做 是黄的 但是某程度上 你说这些合拍片的自由度 或者怎么样 可能里面要使用一些叫做 国内的演员 例如好像《激战》 跟张家辉一起做对手气的小妹妹 一定要用回国内的小妹妹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 是吗 就是马来西亚的小妹妹 是 但是你说这样 他就代表是蓝还是黄呢 很难去界定的 因为其实王子华的言论 其实 嘲笑政府的很多 如果你留意他从来 他从来都是在一个 就是一般市民看政府的角度去嘲笑政府 嗯 其实呢 我不会说这种嘲笑政府 或者批评政府的行为是黄的 因为其实 到时候今时今日呢 骂政府的人不单止是黄丝 就是有些人将这件事上升到国家大事 其实是 我觉得是多余的 而且说 而且被人的观感很差 就是说给你听 国家是很小气的 就是其实中国现在在做 整个国家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给全世界听我们是很大气的 我们是大放的 是 我们不是小家的 就是 刚才我说唐探3 为什么说唐探3 其实唐探2 都不是在中国拍的 唐探2是在纽约拍的 是在美国拍的 在时代广场 Time Square 是有一段马车在那里跑的场面的 就是 很高价值 很大 其实唐探1 2 3 都是非常大价值的 那第三就是在日本 就是在涉谷那里 其实他用了 就是我看那个 宣传片 不是宣传片的制作特册 其实他说是用了三千多个 日本的临时演员去做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会变得这么小家 到了今时今日 我是不明白的 因为以前我们从来都是 请日本明星来拍戏 内地明星来拍戏 完全没有 鬼佬都有 是 鬼佬都有 不会那么小器的 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说回小器这个问题 如果王子华被你们所称为 那么黄 黄到爆 又说那么多年以来 都是哇府政府 或者哇府这个人 来到得到自己的名语 和地位 哇府就这样了 那么深圳 都可以愿意借出地方 给他拍摄 是不是 也有剧组人员 来做他的 叫做深圳人 做他们的剧组人员 来拍戏 也没有阻挡他什么 黄到爆 这些人 是不是 那为什么没事 这些方面 就是不小器 是啊 就是 其实我看到蓝丝的言论 其实我觉得很令人害怕的 因为有些人就说 王子华王道出执 曾经是粉丝的 我都是这么说 还有 还有 YC不撑 就是黄丝不撑 不等于我们要撑 那其实 就是 就是这些我觉得没问题的 这些言论就 但是你说他王道出执 其实我是不知道怎么解定的 就是 所以 现在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就是 大家在这儿分黄蓝的时候 其实 生活上美好的东西 是不是都会不见了呢 我的看法是这么简单 我只不过是用一个 就是一般人的角度去看的 是啊 等于那个 唐明 对不是 杨明 那个炖汤店 那些 可能 其实 他的汤可能很好喝的 因为你的政治立场 或者怎么样 你不方便去 去吃 或者去喝 是吧 好像被人看到 林卓廷 去了黄店那里 美心集团的旗下 那个拉面店 吃拉面 是 是 是吧 被人拍到出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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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搞笑 你自己说要抵制 什么黄色经济圈 又怎么样 我们竟然走他们 要攻击的店铺里面 吃拉面 那究竟要代表些什么呢 是不是自己都对这个 所谓的黄色经济圈 都投下不信任的一票呢 这个林卓廷 是吧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不过 就是这样分黄蓝 其实对社会有帮助吗 就是其实 我看到一些言论是很有趣的 就是其实 我说真的 有很多人 好像我们 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的言论 就比较像一些 不会出声的人 其实Facebook 我是已经不敢出声 就是 要是被黄的人骂 要是被被蓝的人骂 我都免得说话 是完全没有理性的 有些人就说 我分得很青 黄就永远不光顺 钱我给黑衣好过 这样 你可以不帮帮黄店的 就是我都不支持大家 就是不建议大家去帮 就是门口贴着米珠联的黄店 但是 或者是把他们的收入 撥给他帮暴徒的店 例如 渣哥 那他有帖米珠联的 不知道有没有帖米珠联的 我不知道 他和我都不理他 就是他的东西是用来支援这些暴徒 继续去搞事 所以 要 这些真的要抵制 你问我 哇 要有选择性 但是王子华 他从来没有说过支持暴徒的东西 其实从来都 没有 是 就是他没有支持暴徒 你就去抵制他 他其实就是说给那些浅黄的人听 喂 就是 你们那些蓝色都不太行 我一下子就去到你很尽 还可以 是啊 其实他把可以争取的人都推去另外一边 其实我们经常都是这样说 你不要把可以争取的人推去另外一边 如果你推去另外一边 他们回头就很难 所以 有些人说一些很激男的东西 其实我是很不喜欢的 因为这个社会要回复原状的话 其实 怎么说 政治上没什么意见的人 是要占多数的 不可以让那些政治大把意见的人 去主导整个社会 这个一定 太过激化这件事的话 正常人就会站脾了 还有很多那个叫做创作上 或者这个自己生活上的自由 都变得不那么便利 某程度上我都见到一些听众 或者一些叫做 想希望香港好的人 会去光顾美心 虽然他爆了一间店 都是去买面包 我这些是值得去鼓励的 这些是值得去宣扬的 是啊 我都同意 因为他说一些正常人说的东西 其实美心的太子女 都是说一些正常人说的东西 正常人说的东西 你都不支持的 这个社会就会破坏了 当然 有一部分就会有人说 他是蓝 我们支持蓝 其实他没有说过自己是蓝色的 我跟大家说 王子华其实没有说过 他只会拍给香港人 他说拍给香港人看 我当你是反对暴徒的一方 或者心蓝也好 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香港人 他现在就拍给你看 你可以选择不看 但你不能选择抵制别人 叫人都不要去看 或者你不要直接把他说是深黄、超黄、骗黄 你直接把文化界的领袖推到别人那边 文化界的icon 不要说是领袖 推到他们另外一边 那你这边剩下什么 你激南那边就剩下何子光 那你就死定了 我跟大家说 全都是何子光 是啊 你就是葳永賢 但是 你先说一说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他们那些人 是争取不到中间少少的人 是从来都争取不到的 是 你先说 你先说 我其实想说一下 就是关于在国内 为什么拍戏 或者 为什么会受到好像王子华 他觉得 不错 为什么可以选深圳拍呢 一来他的费用 他的成本 其实不会低很多的 不会低一半 或者以上 未必低那么多 但是 整体上 深圳或者国内的 叫做 幕后 的制作人员 他们的礼貌 是好很多的 他们是老师前 老师后 可能经常见到 王子华 就是王老师 或者你和他一起上去的 王子华 可能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助手 全部都是叫老师的 他们是很好的礼貌 还有一个 例如好像深圳 或者不同的 比较上是广东省一些的地区 以我所知 当地的政府 是很支持 这些叫做香港电影 或者可能不同的地方 来借用地方去拍戏 拍戏 他们是很欢迎的 甚至有些 例如好像佛山那些 以我所知 是直接说是资助的 资助的条件是怎样呢 你电影里面 会有一些的景点 或者一些的 叫做 内容上 是提及到 他们当地的特色 可能有10% 那就已经可以 有一部分的撥款给你了 另外 例如 你的剧组里面 可能是有 他不是叫你全部的 如果你有10% 或者可能 接近可能有20% 是用了当地的 居民 去做你的剧组人员 或者做你的制作人员 是你们的人员 总之 又会有一些资助给你们 还有 借用地方 亦都是拍戏 或者封路 或者找一个很大的地方 给你搭警 亦都是方便过香港很多的 我试过在香港拍戏 直头 你想那条马路 不要有车进来 难啊 给15分钟 15分钟拍完这段 起码超过20人跟你说粗口 其实 怎么说呢 内地他做一件事 就是 其实内地呢 你跟着正规矩来做呢 你任何电影 开机拍摄之前 都要拿批文 会是 有规矩很多的 其实是 而内地的政府 是非常帮助 要去拍摄的人的 就是跟香港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如果去香港 你跟政府部门那些人谈 我们想拍摄 其实是 要好一段长时间 才可以安排到的 你先说一下 并不是好像内地那样 内地其实是 他们内地那些 就是我的了解就是 那些干部 其实是很帮得手 就是给香港的官是帮得手 或者给香港做这些事情的人 帮得手 因为这些是他们的政绩之一 到时可能 他不知道这部电影会不会红 或者可能会爆红 或者怎么样 他们都希望 他们有自己的 叫做创意文化产业的部门 刚才所说 直接很多的程度 配合程度 去到怎么样 如果刚才所说 你可能有10% 或者甚至5%左右 是讲到当地的景点 或者讲到当地的文化 也好 佛山可能有佛山的文化 讲少少少 政府那方面 都会在他们 创意产业的部门 会派一个专员 去follow你整部电影的 到时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又不是说推的 就是你找他 他就会帮你去调停 和当地的人调停 他要知道你来 外地来 你不懂如何去联络 或者如何去解决 当地文化所造成的制作上的冲突 政府派到别人来 对你多好啊 钱给你 人派给你 地方派给你 所以为什么王子说 会选择去国内这样做呢 有时试过在香港拍 直接麻烦到 你是连不上戏 可能你今天 可能这个礼拜 你可以借到这个位置去做 去拍 你下个礼拜 原来是拿不回这个位置去拍 又可能会 给你很多东西 跟你说 不可以 之前跟你说就可以了 但后来跟你说不可以 你去其他地方找回类似的场地 你是要偷偷地把政府的牆 游回到之前的那个位置的色 那之后拍完 你就再游 游回到政府 当然偷偷地自己这样做 你说多惨啊 游长假期 因为没有这些政策去支持 香港其实没有政策去支持 这些电影产业 说就有的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说撑片 是吧 说就有说 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但是 那些人现在你会看到 社会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其实有些意见令就是 大偏了一大班人 就是 很主动去吃分黄蓝 那就麻烦了 连蓝色的人都是这样 其实 我觉得一直都觉得 蓝色那边的人 比较理性一些 就是可以 讲道理的 但是现在开始看到不是 现在是 很惨的事情 就是那些激蓝的人 那些言论就是 喂 他把口很坏啊 这个王之华 超王啊 他心王啊 就是 现在说的事情 是这样 对啊 接着他是黄尸来的 这样 那 好像那个强力电筒说的 那些 是啊 那些人说 立场先走 现在我不会看那些黄尸拍片 这样 这样 那 佔中之后 他变得黄得很厉害啊 原本偶像啊 佔中后就没有再看那些 其实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 佔中其实是一个转捏点来的 就是有些人 就是 就 就开始分黄蓝 分得很厉害 其实那时候 我已经觉得 大家可以坐下谈的 不要这么快说黄蓝 究竟是黄还是黄 根本 没有意思的 那样分颜色 你香港人 大家都是香港人 就是 是中国香港人 是不是 就是严格来说 但是 没有人会这么说的 好像是广州人 或者是广州人 那我们就说是香港人 那 大家都是香港人 那没有必要 就是 分化而已 是不是 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其实没有必要的 看看他的行为 看看他的行为 究竟是怎样 刚才都所说的 就是你去到 那些什么龙门啊 渣哥 或者可能之前厚福街 那间什么荣光兵室 例如好像这些 就是要摆得明是 要支持暴徒的 那就不行了 还有 王子华长期在内地 都有开数的 其实其实 我不知道近年有没有 其实他在 就是 粤语区是很受欢迎的 嗯 就是 现在的人 我是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那些蓝丝 会变得 想起来 就是多了激男的出现 激男的人 和身亡的人 其实 是没有分别的 我发现了 他们最终目标 是要置诸死地 是啊 但是你没有可能 将意见不同的人 杀死的 他想经济制裁他嘛 他想 不好意思 我刚才 五支到六支 是 不是不是 你经济制裁 但是问题是 现在不是说 纯粹的经济制裁嘛 现在是说一个大局嘛 你怎样争取多些人去支持你嘛 尽量不要给一个目露空光 空神恶杀的 仰人看的嘛 如果你要别人支持你 就好像我那样 就是我的情绪都被人压制住 就是我平时说话呢 其实都不是说会很勞气 但是我一说激动了 就会大声 但是不代表我是激动 但是不代表我没力气 但是不代表我没力气 哈哈哈哈 有支持者说 好害怕啊 因为你说的突然之间 我说 不用这么害怕的 他没什么的 激动了 发发声 你经常说 其实我的情绪没问题的 我跟你说 头也没痛 其实我不是生气的 有些人觉得有没有搞错 你现在这样将所有可以争取的人 都推向另外一边 应该就是这么说 王子华 我又review他近来这半年 究竟他说过什么 或者他那个态度 或者是怎么样 可以说他没有对于这半年的暴动 有什么很正面 或者很明确 直接的 没有 没有 好像林海峰那些 那样 直接在那个show 都说了什么 什么诉求 有什么年轻人 代表未来 没有这些 如果他有这些心疹 怎么会让他拍戏 其实很简单 有国家帮你 国家帮你下集 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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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他们现在的激男那边 就是 他的态度就是 他没有表态 那就随他们玩了 他没有正式表态 我就说他王道出执 他想中立 或者他想说 我拍给香港人看 这部电影 我回到大陆拍 是有这样的原因 还是怎样的 但你这样 应该说他王道出执 我不明白 和最强电筒有什么分别 其实我看到我的朋友 有几个是王道柳汁 你刚才出执 王道柳汁 他一样去说同一番话 他说他是投共的 和那个叶柿四 那些片 就是合拍的 是 没有区别的 他那套 总之回大陆拍 就是错了 因为他们就想赚大陆人钱 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 从来都是 就是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心王和激男的人 其实就是想撕裂整个社会 嗯 其实可以 已经是做到了 正常的批 已经是不出声 不敢出声 有个韩蟬效应 其实比较中立的东西 只剩下我们说 我见过一些人 直接说 你如果在Facebook跟我 你在Facebook share 你自己觉得 你看了叶柿四 或者你觉得叶柿四 是好看的话 我立刻 unfriend 是吧 那么严重 是啊 我想想想 有什么那么严重呢 是吧 就是他跟那些 烧了叶柿的木装 是一样的 是吧 他烧了木装 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就是要侮辱泳春电影 噢 噢 那 撒口水 有没有出来打我们 不知道 不要了 有些人说 不喜欢我们说那么多 这些暗语 不要紧要了 大家明白 明白就明白 明白就算 下次我就会开名说了 你不明白都不要紧要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乘下 他说错的东西 再完完全全地迫一次 因为实在太多 很多误导人的人 在这个 就是今次这六七个月出来 找食 是很可行的 人家说他不是在找食 就是不止他 有些人说 哎呀这些才叫正义 你们《芒汉》編辑部 就是邪恶 因为你们不敢表达自己而言 表达了 你已经是 我们表达了 就是你不要乱这么搞 社会不是 不是要斗到你死我活的一个地步 就是你政治上 是要协商去解决 就是不是说要 将另外一边的声音完全消灭 因为你是消灭不了另外一边的声音的 嗯 只可以用其他东西去压制他 比如 就是令到他 没有位置走 之后就 就好像 施掌那样 那他 有些东西做好了 他们就不敢出声 这个是其一 就像我们昨天那样 你可能是 喂 痴子你们都很讲来做一字的 就是不想 哈哈 不想大家撕裂到像痴子 一格一格撕开 就是你用痴子都要政治化的 是不是 那 是啊 你去 不要这样 摆个堆都要讲政治 究竟那个堆 摆了是一个黄色的堆 还是蓝色的堆 跟着你抹清了自己的后面 是用黄色的痴子 还是蓝色的痴子 虽然 虽然他们的痴子 真是黄黄黄 其实他拍了出来很雪白 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些美白手机拍的 不知道是不是 不过就是这样说 就算是内地 其实基本上那些厂商都很少用 就是再造纸来做痴子 就是通常用来做雅通纸 就是再造痴子这件事其实是新料来的 就是不是那么普及的 就是实际上也能接受到 我见过的就是 以前去知教去过 比较农村的餐厅 我就见过 都颇多 就是好像以前 以前 清丸 羊山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羊山鸡是很有名的 这些鸡很好吃的 那里我就用过其他 就比较少见了 还有都是 那些地方用的量都不多 那些以前比较落口的地方 其实好一点的 叫做宾馆都不用这些 但是那些餐厅的厕所就有 算了 他们不要紧要了 就是 惩罚这些卷设置 所以就会继续去用的了 这些时间是差不多 其实时间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希望不要带着政治化的去看电影 就是你说拍一套完全是 地口天高那些 或者可能王之锋那些 纪录片 那些就是政治宣传 那些不是商业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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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商业电影 你要分得开 因为我可能听了久的网友都知道 我是比较喜欢看内地的电影 和内地的剧集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我不是因为奶共才去看内地的电影 和内地的剧集 那他真的拍得好 我觉得他好看 最主要就是给到我一个娱乐 像是历史剧那些 我好像有在节目中说过 如果国内的网络小说 我最喜欢就是《凶宅不记》 哦 就是这样 为什么你不看《导墓不记》 要看《凶宅不记》 我喜欢《凶宅不记》 那这些没得说 喜欢就是喜欢 对 对 韩国的逆拳系列我三出 都是在戏院里看的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怎么说呢 他们是拍得好的 事实上 而且也是反映到 他们那时候军政府下 那个真是独裁统治 其实你比较一下 就知道 现在的人说内地是独裁统治 那些人根本就很久没有去过内地 还有一个例如 好像有些黄尸 我看到他们很喜欢看一套叫做《太阳的后裔》 其实那一套是韩剧来的 是韩剧来的 其实是大陆爱琪在那里 扔了很大笔钱给他 是是是 才做到这么大的叫做特技效果 特技效果 或者可能做到这么远的外景 可以拍这么久 还有他可以拍完全部 才一次播 有时有些韩剧 他是一边拍一边播一边再继续拍 一边播一边再继续拍 看看大家的反应 才来再改一套剧 然后再拍 很多是这样的 很多是这样的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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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一集直播不了 因为那时候他太紧绝了 他太紧绝了 他输不起 你看看爱琪那次 就扔这么大笔钱给你 不要管 你们和我拍好他为止 拍到有多厉害 直升机也有 什么都有 所以就是这样的 几架车冲下海 什么都可以 几架车冲下海都没问题 其实也有宋慧桥 非常好看 其实我没看的 但我个人是很喜欢宋慧桥 我听原声唱片 我也有买 但是看就没看 不要紧 有机会看 中韩合作之后 可以做到什么 你们看的我一点都没看过 我觉得自己很漂亮 其实中国和任何一个亚洲国家 如果是合作拍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都会比原先的国家拍得到的 好很多 而且大红 一定会大红 其实港产片也是 其实变成合拍片之后 那些场面是厉害了很多 你不能否认这些 还有制作是精良了很多 这个是事实的 有这个资本 可以做得很多 是的 因为是多了一个市场 其实最主要是市场大了 是的 是的 我可以说一件事给大家听一下 试过就是一部电影 突然间国内就说 他可以多扔两亿出来 两亿做制作成本出来 其实两亿又没有说很多 但是其实一部电影来说 两亿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突然间多了两亿 就可以出多一个场面 就是一开始多了一部直升机 可以出一部直升机来拍 然后可以吊不知多少人来 可以有枪战 如果没有这两亿的话 就不会有这一幕这么精彩的一幕 所以大家有时是没有办法的 可以这么说 是的 差不多了 虽然你们说的 我一部都没看过 多谢大家 记得订阅分享 没错 点赞 好多谢 靖香波 拜拜 拜拜